你要提技術嘛好了 你進去你就會看到啊 證取第一 然後他 他有選這三個 然後 譬如你看他選的 台北 這個是證取第一 然後國立大 台灣大學 職能治療也有 對他也有選 這個單位還沒有放榜 我可以看到這些 有放榜你就可以看到了 有證取還是被取啊 他選了哪個 不像這個都全部選台北 台北跟長根 然後兩個被取一個證取 怎麼可不可以看到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真的是交叉比對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前面的哪些人 他可能會選別的選擇 他如果有兩個證取 他也許會選別的 那會不會遭到完全沒有人 所以他被取要四十幾個 幾乎一倍啊 我就怕前面全部都不來 那你後面就被取 全部都沒有 那會不會連被取都填不滿 有可能喔 不會啊 他再分科再招進來啊 可以再招 分科的名額就更多一點 所以啊 然後